1955年开国少将李珍回乡探亲 却没想到遇到了曾独打虐待他数十年的前夫 他会选择报复吗 李珍湖南流氧人 因为家庭他六岁就被卖到了谷家当同养席 说是去当同养席 实际上就是被卖去当免费劳动力的 小小年纪的他每天都要洗衣做饭 干着又脏又累的活 可谷家父母依旧不满意 对他非打即骂 李珍本以为嫁给谷少爷日子就能好过些 却没想到谷少爷的脾气更为暴躁 还有家暴的恶习 李珍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就在他绝望之际 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湖南 深受革命思想洗礼的李珍决定投身革命 然而他几次散番逃走 都被谷家人抓了回来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顿毒打 但他并没有放弃 1926年李珍趁着夜深翻墙逃出谷家 顺利加入了革命队伍 而谷家生怕受牵连写下了一封修书 那么李珍又是如何成长为少将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李珍投身革命后 便带领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后勤 有力的支持了革命事业 一次战斗中 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了狮子牙 战胜六七个人后 李珍舍身跳牙 幸好被树枝挂住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腹中的孩子却不幸夭折了 1928年 李珍假扮新娘配合游击队攻打张家宝 士兵委员长张梅生在战斗中弄丢了一支枪 按纪律当被枪毙 也是李珍建议让他戴罪立功 这才救了他一命 412事变之后 李珍结识了红六军团的组织部长甘四奇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结为革命伴侣 此后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建国后 甘四奇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 而李珍也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少将 1955年李珍回老家探亲 乡亲们纷纷地聚集在村口 欢迎女将军回乡 可人群中却有个男人畏畏缩缩 左顾右盼 此人正是李珍的家暴前夫古老三 当他看到如今李珍已经当了将军 心想自己铁定不会有好日子了 那么李珍会选择报复他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古老三得知前妻当了少将 回家后就贪坐在地 他想起自己曾经对李珍的折磨 觉得李珍也同样不会放过自己 心想可能马上就有人闯进屋子 拿绳子把自己绑了去枪毙 没想到等了几天还真来人了 不过来人并没有拿着绳子 而是替李珍给他带句话 李珍表示 一切已经过去 革命已经胜利 我们迈进了新时代 听到李珍这么说 古老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与此同时他既羞愧又感激 他没想到自己曾经那么伤害李珍 如今他却如此的豁达大度 多年后有人和李珍聊起当年过往 问他是否憎恨前夫一家人 李珍则淡然地说道 我不仅不恨他们 反而很感谢他们 如果当初没有他们的逼迫 自己也不会如此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这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李珍不仅是一位金国英雄 其豁达的胸襟更令人钦佩不已 那么如果是你 面对家暴的前夫 你会选择原谅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